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以丑更成比序魁士 这是一个难命 他是说这个八字是不是土多金买 很多人总是很喜欢帮八字取名字 问题 你在帮客人批命 你可以说你这八字土多金买 这样就结束了吗 没有嘛 你还是要跟他讲 他的运势如何 所以很多人都犯了这一种的错误 以为取个名字 就好像会懂八字 会批八字 其实狗批不通 这个八字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状态 天干乙庚和 所以剩下一个癸水 地支似火生 蓄土成土丑土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官运其实还不错 而财运只能算说是普普通通 现在他进入的是丙子大运 进入丙子大运 我们会知道他的天干变成癸水 丙火 地支子丑合 所以变成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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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进入这一个运 他出现了两方面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 他地支出现了一个官运 结果这个官运消失了 所以 天干地支同时有的时候 地支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状态 就要以地支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官运在这时候 会处在一种 比较起伏比较大的情况 第二个 他八字没有财 以食伤来当做财 结果他少掉了一个仇服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以他的八字来讲 财运也会变得比较差 所以各位 这些都跟土多金买有任何关系吗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是要帮人家批命 土多金买怎样 人生一辈子过得不好 什么事情都被人家打压吗 根本就不是这样 所以各位请学会批命 不是套个名词 就在那边随便去呼隆别人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由HONBANG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